台十四甲线通往武岭的道路 向来是单车族的朝圣地 每到假日挤满不少单车骑士 最近杜鹃花季更是人车汹涌 不过却让驾驶人感到很困扰 16号有自行车协会在这里举办公顶活动 大批的自行车占用车道 驾驶人只好逆向超车 险向缓生 开车往南投武岭一路前进 遇上自行车大军 一路绵延了几百公尺 驾驶人要前进都有困难 由于是上坡路段 好几个骑士越骑越慢 驾驶人只好越过双簧线超车 有的甚至被迫弯道超车 让人捏把冷汗 从单车骑士的记录器看得更清楚 长长的车楼名言数百公尺 直接站去一边车道 要上山的车子 通通得冒险立向超车 而越靠近武岭 车道缩减剩一个车道 后方的车辆根本无法超越 而这条台十四甲线通往武岭的道路 因为景致好弯道多 是单车组的朝圣地 每到假日挤满了不少骑士 而上周末有自行车协会在这里办活动 不过却让驾驶人开在路上提心吊胆 主办单位表示 考量当地的交通 所以没有封路比赛 驾驶人担心没有申请路权 如果发生意外责任难以厘清 也影响用路的权益 警方表示 如果有并排或是站用道路 最高可以开罚六百元的罚环 不过似乎还是难挡单车组的涌进